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我在这里等你 曾经高大伟岸的男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逐渐变成了一个驼背矮小的老人 你知道吗 人的骨骼并不是完全静止不动的 在很多人眼里 成年之后身高就定型了 骨骼不会再发生变化 但实际上骨骼会随着骨质的生长和破坏而发生变化 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 人会变矮,驼背 不少人表示自己很注重补钙 钙片每天都吃 牛奶也没少喝 怎么骨骼还是不健康呢 其实这可能是因为厨房中的两种调料 在偷偷加快骨密度的流失 吃得越多越伤骨 最好是少吃点厨房中常用的两种调料 或在偷偷伤骨 两种偷偷伤骨调料 一、食盐 每天做菜的时候都会放点盐来调味儿 缺少盐吃起来或会感觉食之无味 人每天摄入的盐分是有标准的 一般不建议超过6克 如果是超过6克 食盐量摄入过多的话 就可能会对血压、肾脏等造成损伤 而盐的咸味儿主要是来自钠元素 过量摄入食盐会导致尿液中排出来的钙含量增加 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 无形中加快钙流失的速度 一些人虽然很注重补钙 但每天高盐饮食加快了钙的流失 相当于是白补 二、糖 一些地区偏甜口 无论做什么菜都喜欢放点糖 看似好像没什么 但是过多的摄入糖分 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 会影响人体的蛋白水平 骨骼无法吸收到充足的营养 会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 上了年纪的人最好少吃糖 以及一些含糖的食物 避免吃得太多伤害到骨骼 这两种调料少吃一点是可以的 但不能吃太多 否则会加快钙的流失 对骨骼的健康非常不利 其实除了这两种调料 还有两种水也要少喝 喝得太多也会加快骨质的流失 两种会偷走骨骼的健康的水 一、纯净水 现在很多人都养成喝纯净水的习惯 一方面是觉得喝起来比较安全 另外一方面是方便 虽然纯净水中含有人体所需的矿物质、微量元素等 但人体所需的钙是无法从纯净水中获取的 人每天排尿、流汗都会流失一部分的钙 如果是长期饮用纯净水 钙不足的情况下 身体可能会用到骨钙 或会对骨骼的健康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碳酸饮料 虽然很多人知道碳酸饮料不健康 但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巴 带气的饮料喝起来会比较爽 因为当中含有较多的碳酸 喝多了会导致体内酸碱度不平衡 为了将体内的酸碱度保持在平衡的状态 体内的钙会有所流失 有研究发现 若是过多的饮用碳酸饮料 出现骨折的风险会是正常人的三倍 如果不想出现骨质疏松 骨折的情况 碳酸饮料最好是少喝 三、隔夜茶 隔夜茶尤其是浓茶 会有较多的茶碱 可能产生脱钙的坏作用 在喝牛奶或者其他奶类制品时 尽量不要同时饮茶 茶叶中的茶碱和丹磷酸 会与奶类制品中的钙元素结合 成不溶结于水的钙盐 并排出体外 降低奶类制品的营养价值 四、浓咖啡 咖啡作为一种古老的饮品 每天一至两杯 每杯200毫升的量还是可以的 但咖啡中的咖啡因 与钙结合时钙不溶解 容易流失 同时咖啡因还具有很好的利尿效果 如果长期且大量喝咖啡 更容易造成钙质的流失 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很多人都不知道 自己为何会出现骨质疏松 骨折的现象 但其实日常饮食中 常吃的糖和盐 如果摄入过多 就会默默地偷走你的钙 若是长期饮用纯净水 或是长期大量地喝碳酸饮料 浓咖啡或者隔夜茶 也会加快钙元素的流失 如果想要保护骨骼的健康 这些都应该少碰 除了以上四种饮品 还有三种食物 亦导致骨质疏松 伤害骨骼 亦得骨质疏松的三种食物 一 菠菜 菠菜营养非常丰富 推荐常吃 但最好不要直接喝菠菜汤 因为菠菜中草酸含量高 在体内草酸会与钙结合成草酸钙 而造成钙流失 去除草酸最好的办法是焯水 用沸腾的水焯60秒 草酸可以被沸水焯掉60%到70% 此外 很多食物如竹笋 焦白 空心菜 芥菜等草酸含量也较高 食用前一定要用开水焯一下 除去其中大部分草酸 二 榨菜 榨菜中的盐含量高 盐摄入过多 同样是导致骨质疏松的原因之一 因为肾脏每天都会将过多的钠 随尿液排出体外 人体排掉的钠越多 钙的消耗量也越大 最终必然会影响到骨骼的正常生长和代谢 除了榨菜 含盐高的食物 还有味精 酱油 薯片 火腿 咸肉咸鱼等 一定要少吃 三 甜食 糖的消化过程还会消耗大量的钙 容易引起骨质疏松 对此大家应该恪守科学吃糖四个步 一是餐前不要吃糖果 二是餐后不宜马上进食甜品 三是空腹不吃甜品糖果 四是不要一次性大量吃糖 而人到六十岁 人体骨骼必会老化 这是不可逆转的 有的人牙齿也会开始脱落 咀嚼能力下降 这时要更加注意自己的饮食 老年人要想做到身体健康 饮食习惯很重要 所以六十岁以上的老人的饮食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六十岁以上老人饮食 应该注意哪些 一 饮食清淡 清淡饮食不仅对老年人身体有益 而且还能减少老年肥胖 糖尿病 高血压等病情的发生 二 少食多餐 每餐吃七八分饱即可 一日三餐 特别是晚餐要少吃 还可以少吃多餐 这样既有助于消化 更有利于健康 三 少油少盐 六十岁以上老年人的消化能力 远不如年轻人 因此炒菜多油 不利于老年人消化 同时 多盐也容易使老年人血压升高 血管硬化 容易发生脑梗或脑溢血 四 适量吃肉 大多数老年人都爱吃肉 只要不是天天吃 炖炖吃 适量吃肉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适当的蛋白质有益骨骼健康 但肉也不能吃太多 否则蛋白质摄入过量 同样会促使骨骼中钙溶解 造成钙的流失 对于肉类 一般成人平均每天使用 一百二十至二百克即可 五 饮食均衡 粗粮细粮搭配 吃水果 坚果要常吃 鸡 鸭 鱼 肉 蛋 每周都要有鸡蛋 每天必吃一个 以保证身体的基本营养 总之 合理饮食 不挑食 根据自己身体状况参加锻炼 相信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会像青壮年一样身体健康 如果想要补钙可以多喝点牛奶 成年人每天摄入的钙保持在八百毫克左右就可以 而孕妇和老年人则需要适当的多补充一些 每天补充的量应控制在一千毫克左右 除了补钙 补充维生素D也很重要 它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多吃点鸡蛋 深海鱼 猪肝等 多晒晒太阳 便可以加快钙的吸收 能够让骨骼保持在健康的状态 进而降低骨质疏松出现的风险 骨骼健康了 人才会更健康 对于养骨 我们不提倡单纯补钙 而要给骨骼全面的营养 解决单纯补钙的短板 将矿物营养转化为 有益于人体吸收的物质 另外不要有过大的心理压力 压力过重会导致体内酸性物质的沉积 影响身体正常代谢 适当调节心情和自身压力 可以保持弱减性体质 从而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 改善体内环境 全面补充营养才能守护身体健康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